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地球的洞穴系统并非像打喷嚏那样随意 由于极其危险,有些洞穴被封锁了 但也有一些洞穴是安全的 普通人可以参加有导游的旅行团 然而,我们之所以能在这些壮观的洞穴中 发现巨大的结晶、萤火虫和真实的婴儿龙 要感谢勇敢的洞穴探险家 而这些发现只是冰山一角 洞穴城堡普雷日程位于斯洛文尼亚的巧谷洞穴中 是一座罕见而壮丽的城堡 以其世界最大的洞穴城堡而闻名于世 其悠久历史可追溯至13世纪 而1580年代的文艺复兴式立面 更是为这座引人注目的建筑增添了别样的魅力 即便是看似普通的细节 比如那些洁白的厕所 也都隐藏着引人入胜的故事 这座城堡的传奇故事 与当地的英雄埃拉斯姆斯·冯鲁格西西相关 据说,它曾在一场导致伯爵丧生 以及引发白色方向血腥冲突的事件中逃至此地 埃拉斯姆斯利用秘密通道验证了自己的立场 并通过地下通道向远处的古地敌人送去樱桃 然而,最终它却遭到背叛 在使用厕所时被炮弹击中身亡 不过,即便如此 这个洞穴城堡依旧充满了无数个独特的故事 康沃尔圣井和迷人的霍利维尔蝴蝶吸引了众多游客 以其精致的洞穴而著称 蝴蝶的名字源自于康沃尔寺院中的一口井 而这座井据说也是古代修士进行洗礼的地方 岩石形成的台阶通向池塘 传说中这口井甚至还具有治愈的功效 有传言称父母曾将患病的孩子浸泡在这冰冷的水中 这个故事或许缺乏基督教象征 但它仍然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然而,要找到这口神奇的圣井却并不容易 因为它没有明显的标志 位于几乎与海滩齐平的悬崖上 很容易被忽视 洞穴入口常常令人印象深刻 充满着美感 但也可能是滑的 如果水能更加多姿多彩 那该多好啊 田纳西州查塔努家的卢克山洞穴深处 就有一处壮丽的地下景观 卢比瀑布 高达45英尺的垂直落差 是美国最高的瀑布之一 这些洞穴不仅有着丰富的历史 还曾在南北战争期间作为避难所 后来又被铁路建设所封锁 一位名叫雷奥·兰伯特的业余洞穴学者 在山上挖掘隧道 重新发现了瀑布 他向妻子讲述了这瀑布的由来 并将其命名为卢比瀑布 如今 卢比瀑布被多彩的灯光照亮 呈现出令人惊叹的视觉效果 与卢克山的其他洞穴一样 这个洞穴也有各种形状的石笋 以及引人注目的红色石笋 被彩灯照亮的瀑布景色 营造出童话般或夜总会般的氛围 这也是下一个洞穴的目的所在 肯塔基州鲍林格林的失落和洞穴周围被超过60英亩的森林所环绕 这里有着地下河流 是自然界的威胁 在其悠久的历史中 这个洞穴曾被用于各种用途 从夜总会到精神病院 再到南北战争时期的军营避难所 引人注目的切割岩壁 沿着近江边延伸至鲍林格林下111英里 如今游客可以通过导游带领的旅行团 乘船或皮艇来探索这片土地 这个洞穴也有着悠久的历史 据说当地的美洲原住民 曾将其用作避难所和水源 第一个水利工厂的建立改变了洞穴的面貌 水提供了动力 并清除了废物 在南北战争期间 这个洞穴曾多次作为南北军队的避难所 洞穴墙壁上刻有约4万名北军士兵的名字和详情 在下一个洞穴中 我们不期而遇了另一种神秘存在 克莱斯拉奇洞穴中的发现让我们惊讶不已 被称为女巫标记的保护性图案 它们隐藏在商谷深处的洞穴中 远离人类活动的地方 这些标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9万年前 被用来驱散负能量 因此得名要标记 这些图案通常出现在洞穴墙壁和天花板上 长靠近洞口处 尽管克莱斯拉奇拥有英国最大的收藏品 但大部分因安全原因而存放在无法进入的房间里 这些痕迹揭示了古人是如何通过这些标记 来保护自己免受看不见的力量的影响 现在让我们深入探索更加清静 更加易于访问的洞穴 吉诺兰洞穴位于新南威尔士州 约179英里处 覆盖了7620英亩的广阔保护区 这些洞穴以其壮丽的崩塌石形成而闻名 内部还蕴藏着丰富的银海洋化石 由于其在地下世界中的独特意义 吉诺兰洞穴系统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名录 位于蓝山地区 中国的角洞穴位于中国林 其内部布满了自然形成的足道 步入其中 石人的身影闪烁着晶莹的光芒 营造出梦幻般的氛围 洞穴内被多彩的灯光点缀 凸显出巨大的自然景观 仿佛是一个地下的仙境王国 洞穴内部还有一条安静流淌的溪流 倒映着上空的美景 增添了其自然之美 洞穴内部形成了类似自由女神等神话故事中的形态 以及城市建筑等独特景观 然而 这个被完全隔离了500万年的洞穴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是古老的恐龙战士 时代的昆虫 还是来自外太空的生命体 直到罗马尼亚的克里斯蒂安·拉斯库博士 成功打开了这个洞穴 揭开了550万年的神秘面纱 人们才开始了解 墨布洞穴位于罗马尼亚 已经被封闭了数百万年 洞口被赤海岸的巨石封住 正值人类文明的起源 直到21世纪 科学家们才终于打开了这个洞穴 揭示了墨布洞穴居民的独特性 这个罗马尼亚的洞穴已经被封闭了数百万年 内部形成了独特的环境 虽然充满有毒气体并且一直被封闭 但研究人员将其视为宝藏 自1986年发现以来 进入这个洞穴的人不到100人 洞穴由赤海岸的巨石和通道保护 目前除非有特殊许可否则无法进入 洞穴内的空气中含有低水平的氧气 和高水平的二氧化碳和流下的氢气 没有阳光 温度约为77华氏度 腐烂鸡蛋的气味表明氢气含量非常高 具有极高的致命性 在这个洞穴中 可以观察到音效效应对策的化学合成细菌等异常生物 洞穴居民大多数是盲目和色盲的 在完全黑暗中视力和美感都是不需要的 它们有着细长的角和触觉 可以在黑暗中找到方向 通过科学合成微生物的存在 它们看起来像外星人一样 它们通过科学反应 如氨的氧化等 获取能量和碳 动物是如何到达洞穴的 以及如何被困在那里的 目前尚不清楚 有48种云形生物存在 令人惊讶的是 其中33种是洞穴特有的 在地球上其他地方都找不到 它们比人类存在更古老 但由于被封闭的洞穴 发现它们的时间被延迟了 洞穴内的生物大多数缺乏视力和色素 而是依赖发达的触觉和长长的手足进行移动 与我们熟悉的在阳光下生活的生物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种独特的进化现象 使得这个地方显得格外神秘 在这个地区 存在着利用洞穴内危险气体的独特生态系统 一些生物能够利用这些气体 而人类则无法仅靠这些气体生存 最近的研究表明 科学家们通过化学合成的方式将有害气体转化为食物 类似于植物的光合作用 为这些细菌提供了能量和食物来源 小型生物以细菌为食 而较大的生物如蠕虫和昆虫则会捕食这些小型生物 接着 小型甲壳动物和其他微生物再以这些昆虫为食 这种自给自足的生命周期保证了洞穴内所有生物的生存 莫比尔洞穴位于热水深海附近干燥的土地上 形成了类似于深海的环境 多年来 研究人员一直在这个洞穴中进行研究 希望获取有关进化的新数据 虽然专家们尚不清楚动物是如何到达这里的 但一些动物巨星已经在这里生活了超过500万年 而其他动物可能是在洞穴封闭之前不小心掉进去的 这些动物已经适应了有限的资源来生存 洞穴内发现了50多种生物 其中包括有毒昆虫和捕食性昆虫 尽管科学家们对这个洞穴有相当长时间的研究 但仍有许多未被发现的事物 新的发现有望为我们提供关于进化和生命本质的宝贵洞察 以色列科学家在罗姆勒附近的地下洞穴中 发现了古代生态系统 这个洞穴位于赤海岸深328英尺处 已经受到保护了数百万年 在那里 他们发现了八种以前未知的物种 包括蠕虫、海洋甲鞘动物和无脊椎动物 这个洞穴的生态系统非常独特 位于偏远的地方 通道长约2.5英里 这一发现凸显了我们对地球生命的认识尚有不足 以及持续研究的重要性 洞穴内的生物受到不透水层的保护 不会受到水和外部营养物质的影响 这些洞穴内的生物形成了与依赖光合作用 食物链的动物截然不同的生态系统 它们依赖自己自足且独立的生存方式 虽然在基斯和罗马尼亚也有类似的洞穴 但以色列的这个洞穴在地质和生物多样性方面 具有最高的变异程度 南非的生星洞穴系统 揭示了对我们对人类进化的理解 提出了质疑的发现 在出现早期人类埋葬的迹象之前 发现了古代神秘人类种族埋葬死者 并在洞穴壁上雕刻的证据 这表明这些行为并不局限于我们之前认为的 绿地的智人和尼安德特人 2013年 在南非的生星洞穴系统中 发掘出了路西Homonality 这些洞穴被认为是人类起源的地方 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的一部分 在这个地区 研究人员发现了几种早期人类祖先的化石 为人类进化历史的理解做出了贡献 作为国家地理杂志的驻地探险家 也是个人类学家的利伯格博士 带领着探险队探索广大而危险的洞穴系统 他们的目标是进一步了解 灭绝的人类和早期人类的祖先 最近 研究团队取得了重要的发现 他们发现在洞穴床上的凹陷中 保存有路西族群的生命和骨骼 其中包括胎儿的状态 这些埋葬至少可以追溯到 比基地智人的埋葬早至十万年前 在洞穴墓葬的探索中 发现了墙上的机械模式 和类似于井字号的交叉线等痕迹 这些痕迹被推测为 约241到33.5万年前的 但需要进一步的检验 以确定确切的年代 路西族群显示出 实践有益的埋葬 使用符号 并从事与意义相关的活动 这些发现暗示着早期人类祖先 参与了与死亡相关的精致仪式 象征性行为并非人类独有 而且可能并不新奇 尽管路西Homonality 相比现代人类 具有较小的头颅 较矮的身高和强壮的体格 但他们可以直立行走 并使用手来操作物体 在洞穴中 人们发现 路西族群非常熟悉 生命和神圣的事物 其中包括宗教仪式 并且广泛地使用了这些仪式 有关这种物种 故意将死者安葬在洞穴中的理论 引起了争议 并广泛讨论 在2018年 研究人员发现了 路西族群在洞穴的 椭圆形洞口处 有意埋葬死者的证据 他们发现 尸体被卷曲在水平斜坡上 挖掘的墓穴中 这表明他们并非被误入墓穴 尸体在腐烂之前 已完全被涂覆盖 证明他们是完整地安葬的 此外 他们还发现了 在壁上雕刻的图案 以及埋在成年 路西族群旁的工具 洞穴壁上的科学雕刻 是由非常坚固的 白云石制成的 没有人类进入洞穴的证据 暗示着路西族群 可能是创造了这些雕刻 此外 根据洞穴中发现的 烧焦的木头碎片骨头 可以证明路西族群 在洞穴中使用了火 路西族群的符号和埋葬 显示了重要的行为 但研究人员尚不清楚 他们的含义 以及他们是否作为 种间交流的一种形式起作用 路西族群 智人 尼安德特人 丹尼索瓦人等一些人类的祖先 表现出了一些 被认为是人类特有的行为 这使我们对人类 是如何开始利用时间 产生意义 并开始埋葬死者的想法 产生了疑问 研究人员继续进行研究 以了解与早期人类的关系 以及从在洞穴中发现的骨头中 提取DNA的可能性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了点赞 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与我们一起探索更多精彩内容 记得留意我们的更新 与你分享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趣事 期待在下一个视频中与你再次相见